欢迎来到骚卖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 不要错过接下来的视频 这里是主要内容 娱乐大爆料 张艺兴 罗云熙 迪丽热巴 杨阳 王源 关小彤 林心如 一 张艺兴我就是孙子 这个热搜词条也是罪了 人家宣传新综艺回家看爷爷 本来挺温馨的一件事 非要整个沙雕热搜 这词条不是张艺兴家团队买的 但是热度起来了 他们家也不在意了 顺水推舟就这么继续往热搜高位爬 张艺兴家的粉丝也没必要在广场攻击扎浪了 词条名字是不好听 但是热度可是平台白给的 张艺兴没亏 张艺兴团队一天也别光忙着 跟个大平台打交道拿大饼 还是按时给某浪交点保护费的好 下次热搜TAC整点像样的东西吧 张艺兴现在路子特别稳 贴合主旋律 Y妈那边特别看好他 今年Y是春晚他也有节目 他对自己的路线规划特别清楚 现在就是一门心思扑在证据上 球状闪电那边诚意特别足 八位数的片酬他都没有心动 而罗云熙他就是那个体质 瘦的话看起来特别瘦 加餐增肥的话 如果脸突然胖起来 又显得五官不上镜 所以现在对于胖瘦问题 没那么多刻意 只要健康就行 拍两眼的时候训练量很大 有的涉及高危工作 长时间下来就会显得很瘦 他每天都吃营养剂的 不必担心什么 三 后台有人问杨阳和迪丽热巴 同时发倡议书是什么情况 综艺青春环游记第三季 这操作也很无语了 节目组在节目里 Q到杨阳的你是我的荣耀 同时也有提到杨阳和热巴 分别扮演的于途和乔晶晶的部分 节目组也很明白的 把镜头紧接着切到杨阳那边 再加上两人之间的八卦传闻 从来没停过 粉粉黑黑的也多 双方粉丝本来就很不满 节目组这么一操作 那就炸了 怎么说呢 人红是非多吧 两个人流量和那部作品摆在那里 虽然播完了很久 但现在节目组仍旧会选 这个作品那就说明这是近期 在嘉宾和观众之间 都是有影响力的东西 也好带话题活跃综艺气氛 只是这么一来 话题有了 跟着的粉粉黑黑恶意 煽风点火带节奏的也有了 吵起来一点也不奇怪 不过节目组一点也不亏就是了 杨阳和迪丽热巴这边也很无奈 只能纷纷发倡议书了 四 王源这边接下来的重心 还是放在了音乐上 影视剧本也有接触的 但还没完全定下来 不过年前肯定是不会进组了 至于跨年的话 已经定了去芒果台 粉丝可以期待期待 五 最近有两部女性群相剧 评分超过八分 算品质巨了 一部是陈正道拍的爱恨美味 只是叫好不叫做 片方为了数据好看也开始注水了 另一部是林心如公司 和其他弯弯资本联手制作的华灯初上 版权卖给了网飞 林心如在内的发展机会不多 找她的角色基本是妈妈类 而且本子没多好 内地好点的本子更愿意找 跟她同期的孙丽海青严妮这些 所以林心如回弯弯发展了 她在弯弯那边人卖比较多 组班底拍戏找的演员阵容也比较强 她还是将严控进行到底 除了找自己老公或建华客串 其他男主角也要找帅哥 她在做制片人这块比较有心得 审美也不错 最近还购入了几部小说的版权 准备找内地小生出演 6.关晓彤和某浪在营销方面 有很长时间合作 她家买热搜 通稿都是打折价 团队买高位热搜来毫不手软 她现在正忙着在深圳拍 二十不获第二部呢 早在进组拍戏前 她就经常自己捣鼓妆容 还会向化妆师请教妆容特点 怎么说呢 关晓彤私下性格就是小女生 还会和男友吹嘘自己化妆技术好 有时候老是主动给助力化妆 时间一长工作人员也疲了 她没事的时候就往自己脸上下捣鼓 关于造型师 虽然粉丝一直在骂 但说实话每次礼服 都是经过关晓彤点头才敲定 没必要追着造型师说 她手里本质不少 但高质量的几乎没有 二十不获已经是现有资源里最靠前的了 怎么说呢 关晓彤走到这一步 很大原因就是团队只看重眼前 没有好好规划未来发展 光挣快钱去了 包括现在有高价威商找合作 团队还是会谈一谈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趣 请在互动评论区分享给更多人看到 并提供反馈 请点击订阅按钮 以免错过我们的下一个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 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迎明 achter Drug h 의目键 企明 它的 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